下边我们学习第六节 其他税务应纳税额的计算 那么这是什么 其他税务 剩几个税务了 我们现在讲了搞定了五个税务了 哪五个 工资薪金 劳报酬 搞酬 退权省费 经营所得 还剩四个 哪四个 剩的呢 咱们的财产转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那么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 这么的四个税务 所以我们在呢 这个一节里边 介绍呢 这个财产租赁所得 应当时的计算 财产转让所得 应当时的计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应当时的计算 偶然所得 应当时的计算 那么这四个指示点都很简单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做分类征收项目 经营所得也属于呢 分类征收 那么这是经营所得和这四个项目 属于分类征收项目 一个 下边介绍完这四个税务之后 我们介绍呢 应当时的计算中的特殊问题处理 那么我们把它按税务 分散到不同节里边 来进行介绍的 这是分类征收项目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指点 财产租赁所得 应当时的计算 财产租赁所得 按次纳税 但它一次是一个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允许定额或定律减除费用 那么每次或者每月收入 在4000元以下的 允许减费用800元 那么这个费用800元 是定额减除 下边每次收入超过4000的 咱们定律减20%的费用 大家看到这个内容 是否有些似曾相识 是不是与居民个人 你在预扣预缴 咱们的劳务报酬 还有特权收费的时候 它的确定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定额定律减除 下边 纳税在出租财产过程中 交纳的税费 可以持完税凭证 那么从财产租赁收入中减除 比如说我在出租房子的过程中 我交的房产税 那我是可以减的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人出租或转租房产 在扣除相应的支出时 它的规定是这样子的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允许从不含增值税的收入中 注意从哪 不含增值税收入中 那么依次减除下列支出 依次减除哪些支出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是财产租赁过程中 交纳的税费 比如说你租赁财产过程中 交的什么房产税呀 咱们交的印华税呀 等等承建交易附加呀 等等允许减除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是转租的话 允许你扣掉向出租房支付的租金 比如说我租的房子 那么花了两千 然后把它转出去 收了五千 那么我再算我的呢 租赁所得时 我就允许把这两千给减掉 向出租房支付的租金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由纳税人负担的 该出租财产 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 这个修缮费用 谁负担的 纳税人负担的 比如说 A把房子租给B了 直接谈我一个月租金两千 但是呢 一旦这房子里边东西坏了 你成租人 那么负担 那这时候允不允许你扣 不允许你扣 那么如果给你的租金是两千 但下边呢 一旦马桶什么坏了 我呢 就是呢 出租房来负担 出租房是纳税人的 那此时是纳税负担的 第一个 纳税负担的 该出租财产 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那么你没有实际开支 那我不让你扣的 你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但是他这里边又有限额 每次以800元为限 注意 以800元为限 一次扣不完的 下次继续扣除 直到扣完为止 那么扣不完的 咱们下次再扣 那么扣完为止 这个800 发生了才让扣 不发生 不让扣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第三个 第四 税法规定的费用减除 也就是 4000元以下的减800 4000元以上的减20% 也就是先减谁 先减前几个 最后减第四个 定额或定例减除 那么所以个人出租房产的应纳税所得额 它等于什么 等于 每次或每月收入 小于等于4000的 咱们用每次每月收入额 减准以扣除项目的金额 减准扣除项目的金额是什么 你的 比如 你出租房产交纳相关税费 那么比如说 你的这个转租的话 你向的这个出租房支付的费用 那么如果修占费用是以800元为限 这个800和后边800是不一样的 这个修占费用真正发生了才允许扣 而且是以800元为限 扣不完的下期再扣 后边这个800则是定额扣除 这是个定额扣除 两个800的含义不一样 第二个 如果每次或每月的收入大于4000的 咱们怎么办 每次每月的收入大于4000的 咱们以每次或每月收入额 减准以扣除的项目 比如说 你支付的相关税费 你支付的呢 这种这个租赁房屋的呢 这种支出的租金 那么减每次呢 不超过800元的修占费用 修占费用发生了才允许扣 不发生才不允许扣 那么而且一次最多扣800 那么这几者之和 下边乘以一减20% 这是呢 咱们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这是我出租房产 它的应纳税所得额怎么确定 下边 我的应纳税的计算方法呢 我确定完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的计算很简单 因为呢 它是20%的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在考试中是不给的 需要大家记住 那么因此我用了我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20%来计算的交个税 但是这里边的后边计划考试中很重要 大家要特别注意 单对个人按市场价格粗租的居民住房取得的所得 减按10%的税率征个税 注意减按10%的税率来征收个税的呢 有关规定 那这是呢 一个 所以我们确定完应纳税的额之后 乘以它的税率来计算的应纳税额 这是呢 这个财产租赁所得 它的应纳税额计算 我们来看一道呢 小的计算题 董亮2022年1月1日起 将它位于市区的一套公寓住房 按市价出租 那么每月售租金3800 1月因卫生间漏水 发生修缮费用1200 以取得合法有效的支出品证 那么要求计算的董亮 1至2月份出租房屋应纳的个税 那么这里边不考虑 其他的税费 像什么房产税等等 你都不用考虑 在咱们住块税法里边 和税务师的考试不一样 住块税法 它没让你在题目中 没有给你显示出来 它要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你就不管它了 那么税务师则是你自己要想着 这是两者的不同 那么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的话 你每月收租金3800 这4000元以下 所以咱们先是3800减个什么 减一个休战费 超过了800了 咱们只能先扣800 一月份3800减800 第一个800是休战费 然后第二个800是定额扣除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800是休战费 第二个800是定额扣除 那么得到了 这是2200 使用的税率 出租住房 10%的使用税率 这一月份交的个税 二月份 2月份3800的租金 减400 因为我修缮费 一共1200 上个月减了800了 所以这个月就剩400了 因此我减400 这是400元的修缮费 再减那么800元的定额扣除 得到应纳所得额 得到应纳所得额之后 是用10%的税率来计算的交个税 计算出应纳个税 480元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财产租赁 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对于个人出租财产 它的税务处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把我们从头到尾学到税收 来做个总结 有的内容还没学呢 我们先做总结 第一个增值税 增值税我们在第二章中讲过 个人出租住房 那么应该减按1.5%的税率 来征收个税 这是个人出租房按5%的征收率 减按1.5%计算交纳增值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承建教育附加 咱们应该是按你交纳增值税 交承建教育附加 那么对于个人来讲 你是小规模纳税 教育费附加减征50% 那有减征50%的规定的 第二个 第三 房产税个人出租住房 按4%的税率 征收房产税 注意 百分之几 我们后边讲房产税 大家会看到 那么你房屋租赁12% 交房产税 但是呢 出租住房 减按4%的税率 征收房产税 这是第三个 第四 个人所得税 那么常规的税率是20% 但对个人出租住房取得所得 减按10%的税率 来征收呢 个税 这是第四 那么对于呢 这个财产租赁 大家呢 要注意 在题目中 如果提示你考虑相关税费 你考虑 那么如果没提示你 不考虑 这是呢 我们对于财产租赁所得 他的呢 税务处理 这是第一个呢 指点 第二指点 财产转让所得 应那 设得计算 这在我们教材的275页到280页 对于呢 财产转让来讲 他一般情况下 以财产转让收入减财产的原值和合理税费 个人所得税减原值 企业所得税减净值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 是用收入总额减财产原值和合理税费的余额 做应那是所得额 然后 税率20% 这是减财产原值 这一般情况下 应那时候计算 下边 个人转让住房 获得的所得 在计算个税时 他是转让住房 允许凭有效凭证 扣除什么 房产的原值 转让住房过程中 所交纳的税费 来做应那税所得额 来乘以20%的税率 来交个税 那么对于呢 房产原值的规定 这里边大家自己看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 合理费用 指的是呢 纳税按规定实际支付的住房的装修费 那么住房的贷款利息 手续费 公正费等等 这是呢 咱们合理费用的范围 这是个人转让 住房 他在那所得计算时 要注意的内容 那么下边第三个 是个人转让离婚 稀产 房屋的征税问题 什么意思呢 两口子结婚的时候 有套房 然后离婚了 把它给分了 分的时候 那么离婚稀产的房子 交不掉个税 然后呢 我下边 那个房子给卖出去了 这卖出去的 我的转让所得 交不掉个税 是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对于呢 离婚稀产的呢 房屋的个税 来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 个人因离婚 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这叫离婚稀产 这财产本身是 夫妻双方的 现在呢 我一分家 一离婚 把它给分开了 那并不是呢 财产转让 它不会有所得 不交所得税 叫不征收所得税 一定要注意 它不叫免征 而叫不征收 根本就不属于 征收范围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个人转让离婚 稀产房屋 所取得的收入 允许减 相应的呢 财产原值 和合理费用后的呢 余额 做一纳所得额 来交个税 那么这里边 你怎么样确定 这个房屋的原值 那么这里边 它的原值的确认 应该是相应的财产原值 等于房屋初次购职 全部原值 加相关费用 乘于转让者 占房屋所有权的比例 比如说 我这个房子 那么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 是个粮食 那个两厅的房子 那么在离婚 稀产的时候 夫妻一人一半 或者丈夫60% 妻子呢40% 下边 咱们呢 我拿到这房子之后 我现在把它给卖了 我卖了 我卖多少钱呢 我卖了100万 那么想当初 我买这房子之后 它的原值和相关税费 比如说 花了这个 120万 那么120万 你要知道 我是40%啊 所以 我允许你扣的 这个原值 只能是120万 乘40% 要乘于你 转让者 占房屋所有权的比例 来确定呢 相当财产原值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个人转让离婚 稀产的房屋 所取得收入 符合家庭生活 自用五年以上 唯一住房的 这是自用五年以上的 唯一住房的 可以申请免征个税 按照这个 赎先的原则 什么赎先 你是先拿房产证 你房产证著名的时间 和汽水完税平等著名的时间 哪个债钱 按哪个确认 你取得这房子的时间 那么从你取得房子 到现在你转 只要满五为一 一定要注意 这叫满五一免割税 那么满五一的住房 可申请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是咱们的 个人转让离婚稀产的房屋 如何呢 这个交纳割税的问题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问题 对于转让房产的割税 我们看一道小的计算集 张新2023年的2月 转让2010年购买的 三局市精装修住房一套 不含增税的售价是230万 转让过程中支付的 除增税外的相关费用 是13.8万 该到房的购进价是100万 购房过程中支付的 相关税费是3万 所有税费支出 均取得了合法的凭证 请计算的转让房屋 它应该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转让的收入230万 减财产原值 财产原值是多少 购进价100万 加购进过程中支付的相关税费 所以是103万 减去你转让过程中支付的相关税费 这是你的财产转让所得 用这个财产转让所得 咱们乘以20%的个人所得税 来计算它的应纳个税 所以计算出它应纳的个税 是22万6400元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种房产转让它的个税的计算 对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 它在进行设税处理时 涉及到以下税中 第一个转让方 你卖房这一方 第一要交增值税 那么与咱们第二章所学内容相连 那么紧接着你交的增值税 就要交成建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附加 那么这个内容 与我们下将要讲的 成建教育费附加直接相连 之后 那么你涉及到财产转让 咱们涉及到印花税 因为你房屋的转让 叫做产权转移数据 那么交不交印花税 交的印花税 那么这是咱们印花税的问题 紧接着你房地产的转让 涉及到土地的税 那么紧接着你有所得 企业有所得交企业所税 个人有所得交个人所得税 这是转让方 而承受方买房子这一方 第一要交印花税 这叫产权转移数据 涉及到印花税 第二个涉及到汽税 这几个税呢 你看增值税我们讲了 那么企业所得税我们讲了 这时候现在正在讲个人所得税 其他小税种我们没讲 但相对的容易 我这里边先起个头 大家呢 你在后边涉及到的时候 再回忆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是呢 自然人销售不动产的增值税 那么它增值税的问题 我们在第二章讲过 这里边迅速回忆 自然人销售不动产 首先你要看它是商铺 还是住宅 如果你卖的是商铺 则又分成两种情况 如果是销售非自建的商铺 应该用买卖价差 除以1.05乘5% 交增值税 如果是自建的 则是全额 有全部价位价费用 除以1.05乘5% 交增值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住房 对于住房来讲 咱们不满两年的 则应该是 这个全部金额 除以1.05乘于5% 来交增值税 这一个 第二个 如果满两年的 要看地区 那么如果是在一般地区 咱们免增值税 由于北上广深 这四个地方 房价涨得快 所以北上广深呢 则是 如果是普通路宅 免增值税 非普通路宅 则是买卖价差 那么除以1.05乘于5% 来交增值税 这是呢 咱们自然人销售 不动产 它的增值税的呢 处理 这是我们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土地增值税 对于呢 土地增值税 那么 分成两类情况 第一 从2008年的 10月1号起 对个人销售 住房 你卖住房 有暂免征土增的呢 规定 如果呢 你卖的是商铺 则照章征土地增值税 有评估价 按照呢 评估价 那么你的收入额 减去呢 你按评估价 确定的呢 旧房企建筑物的呢 这个价格 然后减去呢 你的土地成本 减去呢 你转上相关税费 算增值额 来计算交增税 如果没有评估价 但能够提供购房发票的 咱购房发票 每年加计5% 来扣呢 这个旧房企建筑物的呢 这个评估价格 那么下边还允许呢 你扣掉转让房产过程中所交纳的相关税费 那么你取得呢 房产过程中交纳的弃税 那么来确定的增值额 来计算呢 交土地增税 这个内容 等到我们讲土增税时 再做详细介绍 如果既没有评估价 也没有呢 这个购房发票 则由税务机关核定征收 这是呢 土地增值税的呢 问题 第二个 第三印花税 是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 暂免征印花税 如果你销售购买商库 则是按照产权转移数据 交印花税 这是第三一个 第四 对于所得税 关于所得税 大家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转让 四用五年以上 切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 取得所得 免割税 这叫什么 这叫做满五唯一 一定要注意 这叫满五唯一 你单满五唯一 不能享受呢 免税的优惠 这是满五唯一的住房 免割税 而如果你转让去商铺 照张交割税 这一个 那么如果你要照张交割税的话 咱们的一纳所得歌等于什么 等于财产转让收入 减 一定要注意 个人所得税 减财产原值和相关税费 减的是原值 企业所得税算所得 减净值 个人所得税减原值 这一次呢 咱们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对于企业所得税 如果你有所得 交企业所得税的话 应该用财产转让收入 减财产的净值 减相关税费 那么减财产净值和相关税费后的余额 来做应该所得的交企业所得税 这是呢 所得税的交纳 下边买房一方 要交汽税 那么对于呢 汽水来讲 是以不含增税的成交价 做汽水的呢 寄水依据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在汽水中 我们要注意 你购买首套房和二套房 二套房叫改善性路房 它的汽水有优惠税率 我们在讲汽水的时候 再跟大家来讲 如果呢 你涉及到呢 以土地使用权换土地使用权 以房屋换服务 房屋 也就是房地产交换 那么则是以交换的价格差额 做汽水的汽水依据 要注意 以交换的价格差额 做汽水的汽水依据 如果交换价格相等 免汽水 注意 交换价格相等免汽水 交换价格不等的时候 由多支付 货币货物 无形资产 或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 交纳汽水 这是呢 这个以价格差 来做汽水的汽水依据 那么谁 多支付了货币货物 无形资产 其他经济利益 那么说明谁得的房产土地多 所以谁要交汽水 所以多交付货币货物 无形资 或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 交纳汽水 这是呢 承受方要涉及到 交纳汽水的问题 这是财产转让所得中 房产转让所得 它的呢 销售方 购买方 也就是承受方 它的税款的交纳问题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个人转让股权 应纳税额的计算 股权也属于你的财产 所以呢 它也是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来交割税 它在确定计税依据时 应该以股权转让收入 减股权原值 减合理的呢 费用 扔就减的是什么 原值 那么对于呢 这个股权转让收入 如果呢 出现了下类情况 主管事务机关 可以核定 股权转让收入 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的情形 包括 第一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 你看 第一个是明显偏低 切无正当理由 如果你的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低 有正当理由 比如我转给自己的儿子了 自己的女儿了 那么这是 这个三代以内 七处转让 它是可以 偏低的 这是 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无正当理由 咱们呢 是核定的 如果有正当理由 是不核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未按规定期限 办理纳税申报 经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申报 预期仍不申报的 税务机关呢 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第三 转让方 无法提供 或拒不提供 股权转让收入的呢 有关资料的 也就是说 对于税务机关来讲 你看第二个 第三个都是什么 税务机关 无法确定 你的股权转让收入 到底是多少 这是第二第三 第四 其他应核定的 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这是呢 什么情况下 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那下边 什么叫明显偏低 什么叫有正当理由 那咱们来看一看 第三个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为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 咱们刚刚说过 并不是明显偏低就核定 明显偏低 无正当理由的 才核定 那么 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的 第一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我这个资产眼见着它值1000万 你非得转300万 那就是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 净资产份额按什么算 按公允价值算 那么它值这么多 但你转让收入低于这个净资产份额 那对不起 你明显的偏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申报的股权转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 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费费 我当时投资的企业我花了3000万 现在呢 我卖了1500万 那这是呢 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 大家说那老师凭什么我就不能便宜点 赔的一塌糊涂 OK 你说你赔的一塌糊涂 那么你协的很厉害 那么这叫做有证当理由 如果呢 你低于初始投资成本 或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 那你又没有合理的理由的时候 我就让合定征收 你有合理理由 我是不合定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申报的股权转收入 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 同一企业 同一股东 或其他股东呢 股权转让收入的 那这是呢 我别的股东 或者是呢 我就这么一个股东 我转让10%的股权 我转这10%的股权 我转了1000万 那么我这次转让转20%的股权 那按道理说 你应该转让加多少钱 2000万 结果呢 你转让20%的股权 你却收了500万 那这叫不叫明显偏低 毫无疑问 这叫明显偏低 对吧 这是第三个 第四 申报的股权转收入 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 同类行业的呢 企业股权转收入 和同类比 你看和自己比 和呢 这个同行比 和其他同一起的 其他股东比 这是呢 第四一个 第五 不具合理性的 无偿让度股权股份 那么我把股权股份 免费给你了 这是呢 不具合理性的 你具合理性的 比如说 给自己的孩子 那叫做 那个股权的呢 合理的让度 那是另当别论的 不具合理性的 无偿让度股权股份 第六一个 主管秀机关 认定其他情形 出现了这六种情形的话 这叫股权转收入 明显偏低 那么明显偏低 咱们下边 就要看你有没有 正当理由 你有正当理由 不合定 没正当理由 要合定 那么第四个 股权转收入 虽明显偏低 但视为 有正当理由的情况 来咱看看 有正当理由 第一 能出具有效文件 证明被投资企业 因国家政策调整 生产经营 受到重大影响 导致低价转让股权 那这是什么 这是呢 你由于这个政策 比如说国家要关停 小煤窑 小水电 那下边呢 你生产经营受到重创了 我低价转让 接着有正当理由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什么 三代以内的 以及 富裕人 善养人的转让 来看一看 继承 第一个 继承 或者是将股权转让给 他能够提供的 具有法律效率身份关系 证明的配偶 父母 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 那么这叫什么 三代以内亲属 那么平辈是配偶 那么兄弟姐妹 上一辈父母 再上一辈 祖父母 外祖父母 下一辈子女 那么再下一辈 孙子女 外孙子女 这三代以内的 这个股权转让 那么以及 对转让人承担 直接抚养 赡养义务的 抚养人 这种情况 咱们视为有正当理由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相关法律 政府文件 或企业章程规定 并有相关资料 充分证明 转让价格合理 且真实的 本且员工持有的 不能对外转让的 股权的内部转让 比如说 我当时 我这股权 是呢 为了留住你 那么给你的股权 现在你要离职 咱们当时说好了 只能是 那么你要在 咱们内部的员工之间 来转让 你不能对外转 你内部员工之间转 你的转让范围受限制 你的价格 你自然而然受限制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 股权转让双方 能够提供的 有效证据 证明的合理性的 其他合理情形 那这次呢 股权转让价格 虽然明显偏低 但是呢 有正当理由的 咱们不合定 没正当理由的 要合定 这是咱们的 第四个情况 下边 第五一个 主管事务机关 如果呢 要核定的话 怎么样核定 股权转让收入 第一 净资产核定法 也就是说 按照你每股净资产 或股权 对应的净资产份额 那么这个净资产 是资产的 公允价值 按照他所对应的 公允价值 来确定呢 他的资产 他的股权转让收入 这叫做净资产核定法 第二个是类比法 那么参照呢 相同或类似条件下 同一个企业 同一个股东 或其他股东的 股权转让收入 来确定 那么或者呢 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 同类行业企业的 股权转让收入 来核定 这是呢 你依次按下类方法 来核定 有净资产核定法 类比法 那么还有其他合理方法 这个内容 简单了解即可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股权转让 注意什么情况下 叫做呢 这个事务机关 那个来核定 什么叫做明显偏低 什么叫做明显偏低 有政党理由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三个 第四 个人转让债券时 它的原值 你转让债券 那么也是呢 转让财产 那么用财产转让收入 减呢 原值 减合理税费 那么这个原值 它采用加权平均法 确定应于减除的 财产原值 和合理税费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第二个呢 知识点 财产转让所得 它的应纳税额计算 我们学习呢 这么多 下边呢 来看一道 这个例题 这是2018年的 一道多选题 个人转让股权的 下列情形中 税务机关可以核定 股权转让收入的有 哪个可以核定 A 因遭遇火灾 而无法提供 股权转让收入的相关资料 那么这是 且无法提供 那么股权转让收入 那么这是可以核定的 B 转让方拒不向 税务机关 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 有关资料 那么这也是呢 可以核定的 虽然C 申报的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 但有证大理由 有证大理由 不核定 没证大理由 才核定 虽然D 未按规定期限 申报纳税 且插过税务部份 责令申报 将大期限 而未申报 那么税务机关 可以核定 所以可以核定的 应该是 A B D 那我们前面说过 可以核定 股权转让收入的 四种情况 哪四种 第一个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 且无证大理由 那么选项C 是有证大理由 所以你税务机关 不能核定 第二个 是未按规定县 办理纳申报 经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申报 预期任不申报的 第二个 第三 转让方无法提供 或拒不提供 股权转让收入的 有关资料了 那么你由于呢 咱们你看前边 因火灾 你无法提供的 这就属于什么 这属于转让方 无法提供 那么股权转让收入 有关资料了 咱们事务机关 可以核定 或者是呢 拒不提供 股权转让收入 有关资料了 事务机关 也可以核定 那第四 其他应核定的 股权转让收的情形 那么什么情况下 可以核定 要求大家呢 要熟悉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第二大支点 是财产转让所得 它的应纳税额计算 我们学习呢 这么多 由于为了 现在 firma 计划 如果大家所看到 Domin了 如果我们下一个 这个